哇 这么多人 大家好 哇 你们说得太好 我太紧张了 因为这本来我就问 我说为什么要叫我来做toku show 这也不是我的专长 我只是会打人啊 他说因为今天是给公安 警察 消防 表演的 所以一听见是他们 我就义不容辞地来了 因为为你们表演是我的骄傲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大家还记得刚刚一开场 有没有看见陈佳班 他们在二楼跳下来打摔啊 很帅吧 都是我们的陈佳班 大哥 他说你的开场要不要特别一点 跟我们一起跳下来 我说兄弟们 现在啊 跳楼对我这个年纪来很容易 我上楼比较难 我从小就喜欢做警察 因为警察可以除恶扬善 但警校偏偏不要我 说我成绩不好 我就没当上 没当上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只能在电影里面 演个警察玩玩过过瘾 哈 一不小心 我成了大明星了 过瘾 做大明星的过瘾就是你什么都可以演 你可以演警察CID啊 喜剧啊 什么都可以 今天呢 我知道是喜剧的专场 我搞了一辈子功夫喜剧 要我搞笑 我是一定会打人的 所以呢 等一下 多来几个脱口秀的演员 趁我现在还能打得动 我教教你们是什么叫喜剧 来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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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范哥 我们来了 来 大哥 好点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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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警察这么多 改天打 改天打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 距离我拍 第一部警察故事 已经快四十年了 不敢想象 那个时候 你们看见我是 跳楼啊 跳飞机啊 跳灯啊 跳车啊 尤其是很多人都喜欢我 警察故事 那么跳灯那一幕 其实那个时候 真的是很怕很怕 那个时候是 有史以来记录的十六台机器 我要往下跳 那个时候真的是 跟上死刑台一样 下面豆腐干 那么大 我的那个副指导说 几时跳 我说 我送一下脖子的时候就跳吧 我等了很久 一个人在下面就跟自己 要祷告 我可以的 我应该可以的 忽然间 大哥 快点啊 剧组都在等你 我们都在等你跳呢 我说啊 我一伸头 他说开机 十六部机器一起开 你知道有24个 48个 76个 120个 我说 跳啊 啪 吐啊 我就下去 一下去 哇 整个人发麻的 一看两个手心啊 那个皮都翻开 翻开来了 所有人走过来 大家看你真棒 我说啊 好棒 再我们再保一条 啊 我说再保一条 你骗子保得住 我的命保不住啊 我说就这么过了 过了 就这么过了 真的是 但是现在讲起来 津津有味道 真的很开心 自己那个时候能做到 因为我们常常要拍戏 做警察 常常去警察局做调研 我听了很多很多真实的警察故事 跟我很像 会受伤 拼命的时候也没有提升 但有一点不一样的 他们是没有NG 也不能是保一条 遇到危险 我会怕 警察也会怕 我觉得 真正英勇的 是不怕 而是责任当前 必须克服恐惧 迎难而上 这才是真正的警察精神 警察故事 第一部上映之后 非常非常成功 真的 我还帮他们拍海报 香港 报考警察的人 是翻倍翻倍地上 很多年轻人 都想当成家居 我特别开心 我一直说 拍电影 我们一定要拍 有意义的电影 因为 我们的电影 会影响很多年轻人 所以 警察故事 我一直共拍了六部 其实 要不是别人 拍那么多黑帮片 我可以少拍几部 我相信 这么多年 你们多多少少 听见香港的一些 不是谣言 是真实的 香港很多 演艺圈很乱 经常有不法分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嚣张 拿着枪 指着演员去拍戏 我们的演员很生气 演完之后跟自己说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 让人家拿枪 顶着我头拍戏了 那个坏人听见 这句好 来 再说一遍 摆在戏里边 真的就那么夸张 那个时候 所以我看不下去 我说这样下去 不行 于是我就成立了 香港演艺人协会 再有演员 受到不公平的时候 我就会帮他们出头 我说 有什么事 从我来 有事找成龙 我找警察 今年的明年 这段时间 我是入行六十年了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多年的陪伴 有很多人 其实比我还怕成龙变老 看见成龙老了 就代表你们也老了 其实老是不肯逆的 只能保持心体 心态年轻 现在我的心态 还是很年轻 还想实时去了解 很多新的新鲜事物 前一段阵子 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说说 哇 现在有一个 很火的一种 特别火的叫 元宇宙 我说元宇宙 我熟啊 元龙 元华 元彪 元秋 以前我们叫元家班 现在叫元宇宙 这都是我们剩下来的 现在知道元家班的人 越来越少 年轻人知道成龙的 也越来越少 以前的年轻人 看见我都说 哇 成龙那个跳灯跳楼 哇 那个警察故事那个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我 哎 那个不是洗头 嘟那个吗 嘟就嘟吧 我听见也蛮开心的 因为自己是一个喜剧演员 让大家能开心 是我最大的开心 嗯 今天我来到这里 我知道很多 反诈的民警也很辛苦 我也想帮你们 做一点事情 今天我为你们做一些宣传 国家反诈中心APP 其实一开始 让我下载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因为不能让我下载 我就下载 首先我得试一下 后来我发现 真的可以难救骗子的电话 现在我天天在用 不是我天天在用 我还叫我陈家伴在用 来来来来 大家快快下载 现在5G网络很快 嘟一下就可以下载了 感谢大家 听我说这么多 其实很多影迷都会问我 警察故事这个系列 会不会重启 我也不知道 毕竟我现在也到了 下楼要走楼梯的年纪了 但警察故事 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为我们身边 永远有真正警察 在守护着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 献给这些真心英雄 谢谢你们 我是乔宗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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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哇 你还没了 你还没了 谢谢成功大哥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